你这个猪肉应该藏起来卖 你不要这样明着摆出来卖 你 你这颠老你 不是 你这样摆出来卖嘞 活该你每天只能卖这么多 这样 我叫卧龙 我今天教你三招 真正会做生意的人的营销模式 好不好 我让你每天多卖石头猪 哎呦 还能到 石头猪 我当半个小时老板好不好 我帮你演示一下 吃操一下好不好 我 学不会的话 我就照顾一下你生意了 但是如果学会的话 你就请我吃 好吧 我这一股头就行了 可以吗 啊 来 首先我问你哦 你这里卖猪肉 那里也卖 别人为什么来你这里买 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游戏差异化的营销模式 首先第一个 猪肉只送不卖 写出来 人来了没有 来了 都来了哦 有点亏对吧 但没关系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猜精粮 猪肉只送不卖 要不要玩一下游戏 帅哥 买猪肉吗 意思就是你把这个猪肉放到袋子里面去啊 你来蒙啊 你能蒙对呢 如果误差精粮在二两之内的话 你就把它带走就免费送给你了 可以吧 你看这个猪肉那么大又好看 没猜中怎么办 没猜中就每斤多花一块钱买下来嘛 还有一个如果在三两之内的话 也给你打折带走 可以吧 是不是真的啊 对啊 你要不要玩一下看看 挑一块 撑到这里 你过来点一下 男人不要犹豫 十两 十两 十两是多少十两 一斤是吧 七两一 你十两你差了三两啊 将军 不得啊 不得啊 你要在三两之内 你才要打折 那你多花一块钱了 好 要不要再吃一个 还可以吃啊 再吃一个嘛 你要越战越勇啊 八两八 你都看到了 你都傻啊 我怎么没看到了 你刚刚明明看到了 我没看到了 这个不算好奇 这个不算 你放上去你才说八两八的 来 八两六 八两六 被你掌握规律了 看来我们要定用规则 每个人只能有两次机会 怎么送啊 就是你猜中了 我就送给你啊 有点意思 是吧 我要的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一点啊 我得挑一下我要哪块 买点给你老公吃吧 那补一补吗 身体 嗯 六两七吧 六两七 对 放 见证七七 哎呦哦 六两一 这个是 免费送 那你太走吧 听着来买菜啊 我们升级一下吧 刚刚好像有点亏对吧 可以啊 但是其实也赚了 有的人都花了一块钱嘛 是不是 亏了算我的 我把它变成一两只内才送 好玩 两斤猪肉 现在呢 猪肉只送不卖 你看一下这个猪尾巴 你这么厉害啊 两斤半吧 两斤半 我没点啊 一斤四啊 这么多 你平时不怎么试珠编吧 那我要多花都好想买啊 每斤多花一块就好了 每斤多花一块 我们这边都是正常价格卖的 这块拿两斤 两斤 那你那你差两两咯 对吧 还差了二点一两 你那我打折呢 给你打折好不好 好 这样好不好 我还送你一个那个优惠券 行不行 下次你过来再买 好吧 来给它带走 一斤八两斤 哎呀可惜了 就差一点点 就是以上游戏参与体验了 第一个通过游戏做出差异化的感觉 让这个用户参与到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 有挑战感嘛 那么无形之中 他会找到他亲朋好友一块过来挑战嘛 增加了顾客的裂变跟消费 而且的话会围观嘛 有人气才有财气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 百分之八十人第一次都不一定中的 对吧 所以你设置一个门槛 只能玩一次 但是也可以源源不断卖出去了 对不对 而且还不亏 还能挣到钱 然后呢 你在他买的时候呢 你送他一点游戏卷嘛 那下次继续过来消费 他觉得他失败了 你还鼓励他 你还给他优惠卷 他觉得你很好 对吧 有人情味 那样一来呢 人越来越多 钱越来越多 情也越来越浓 是吧 然后你再把你这个过程 菜市场猪肉游戏 把它拍到那个抖音上面去 会不会吸引更多人过来围观呢 对吧 那你这个猪肉店就红红火火了 跟猪肉一样 学会了没有 你送我 送个排骨可以吧 这两个猪皮 送骨头给你 送个猪皮给我可以吧 送个猪皮给你 可以啊 那我拿走了啊 好 那么